第一个就是请各位先把那个房贷的部分完成 那等一下我们就是再来看就是说按新增之后 怎么样把它写入到那个这个S的资料库里面去 再来的话也已经建立好一个资料库跟一个资料表 都是叫房贷里面的房贷资料表 那按一下新增工作 新增到工作资料库之后点两下之后的话 那我们要做哪些事情 首先的话这边我会先从那个网络上面不是我有四段 其中有一段是新增资料 那因为我有这个后面会有这个五个栏位 所以我这边的话给五个参数 那五个参数名称的话我用ABCDE好了 这样比较简单 那因为呢这个地方有传参数 所以前面我们有Function有传参数 可是sub好像没讲到参数 所以顺便讲一下 就是小瓜糊后面你可以参数 那刚好就是五个栏位的名称 那我们当我点击这个按钮的时候 我们可以呼叫这一个副程式 那传递过来的话就是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我们的sub名称 就利用ADO新增资料 那传什么呢 传的就是说因为我不是写到哪里呢 写到这个我五个栏位 所以这五个栏位的资料 写入到那个ESALE里面的五个栏位 那我就顺便再把它读出来 放到这个参数里面 那这五个栏位的资料的话呢 就会传递到这边来 就会传递AB 总共叫A到E 不过特别注意这个R 这个R特别注意 这个R因为我们是跨了什么呢 这地方有跨了这个工作 就是说我这个sub有用到 然后这个sub有用到 所以特别注意 宣告的位置 这个也是跟前一个范例一样 你务必要把这个R 宣告在最上面 这样的话呢 它们之间才可以存取得到 你不能说 你把这个 或者甚至没宣告 如果没有宣告的话 那这边的R 跟这个下方的这个R的 这个名称 它们的变数里面的值 不会交换 会变成说两个资料 没办法交换 所以特别至于宣告的话 这边有个重点 一定要在上面宣告一个 定一个R 然后到时候这个R的数字 这个R的数字列数的话 就会跟这边是 这边的对应到 不然的话会有问题 OK 那把这个ABCDE 五个栏位的资料传递过来之后 要做哪些事情 基本上 我们主要就是说 也是一样 宣告 那这边一定要先做什么 引用设定引用项目法 再打勾一 二的话呢 把程式贴上去 那里面有做几个动作 Connection Record Set 然后 new一个新的Connection 这边都一样 差别的话就是在 这个名称 就是在那个 防贷.ACCDB 那再来的话 SECLE语法最重要就是这个地方 其实这个地方做出来的话就是SECLE 这个SECLE是一个 等于是一个字串的变数 那我最后就是要组出一个语法 这个是SECLE语法 SECLE里面有个语法叫 insert into 后面就是加上什么 一个 我的资料表的名称 然后后面刮符就是 你的栏位名称 所以栏位名称的话 总共有五个栏位 五个栏位 那后面还在串 串的过程 就是后面就要加一个values values里面的话 就是要加上什么 这五个栏位里面要放什么资料 那分别我是把values后面呢 用什么呢 用那个变数的方式 所以这边前后会用什么 串接符号 把A B C D E放进来 那这样的话最后呢 就会串成 这边是SECLE end 就是把上面跟下面串在一起 那你可以写在一行 不过一行会很长一串 所以我把它怎么样 分成两行来断写 再把它串接起来 最后呢 再给什么呢 给这个MyConnection怎么样呢 做执行 他就会把这个SECLE语法 传递给A层资料库 然后做什么呢 写入资料的动作 最后再把我们Connection Close 然后再把这个 这个刚刚new的 在记忆体里面新增的资料 这个物件 把它设为那形 把它清除掉 否则会占用记忆体 那这里的话 我把这边设一个中算点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像刚刚的城市 如果跑到这边的话 基本上 它的计算 看一下 这地方先执行起来 比如说我这边 600万好了 然后利率的话 1.6 然后年20年 按开始计算 一样会新增一笔到后面 新增到需要 那我有设一个中断点 中断点就是说 我在城市后 这个地方 点一下 它就会城市跑到这边 停下来 停下来 你可以按F8再往下 你可以去观察里面的值 那比如说呢 我要知道说 这个Seql语法 到底有没有正确的话 我可以怎么样呢 在这边 停下来之后的话 那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Seql里面 或者在下面 其实运算式方 我想要把Seql这个变数里面的值 我把它执行到这样 然后把它按一个问号 打一个Seql 即时运算式窗的使用方式 Enter一下 它就会出现什么 这一串 这个也蛮好用的 我其实在Debug的时候 也会用到即时运算式窗 在这边 那即时运算式窗 就是说 比如说我今天想要把 这一个Seql的变数 把它秀出来 可是有时候你会发现 因为它太长了 看不到后面的 那我要比较完整的看到的话 你可以在即时运算式窗 上面打一个问号 问号就Printer 输出的意思 然后把这个变数名称打上去 它就会出现 有没有 Insert into 防贷 这边的话五个栏位 后面Values 然后就是总共会有五个资料 一个萝卜一个坑 那你确订一下 通常我们在Debug的时候 会最容易发生错误的就是这一行 那所以我会在这个地方前面再加一个东西 然后先Check一下说 这个语法 这个语法到底正不正确 如果不正确赶快修改 修改之后再跑一次 通常一次就会做对了 那把它执行之后的话 这个地方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我把它弄起来 这个时候的话呢 这一笔记录呢 就会被写入到资料库里面去 那你就可以到资料库里面去看一下 我是写到房贷的这一个 那看一下有没有六百万这一笔 那如果有的话呢 表示你应该是成功的 诶 没问题 那但是最后呢 如果